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现在除了维晶瓷还有玻尿酸之外 还有一种凝胶体的针剂 维持的时间更长 还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增生 但是如果想要消除泪沟或者是风唇 恐怕就没这么适合了 女性爱美风整心 拉皮革爽眼皮龙鼻无奇不有 只是随着医美产业蓬勃发展 纠纷也跟着变多 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 光是去年就接到了149件申诉案件 比前一年多了7成7 其中又以注射填充物造成的纠纷最多 大家对于维整型来讲 还是希望是以一个没有修复期的治疗为主 那最常见的会是一些肉度感菌素的注射 或者是一些填充物的注射 想要五环更立体 从最早的塑胶植入到注射维晶瓷和玻尿酸 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 和传统玻尿酸最多只能维持9个月相比 凝胶体征剂最少可以撑到3年以上 但也不是什么部位都能用 基本上全脸除了两个部位以外 都可以注射 第一个部分是嘴唇 第二个部分是眼睛周边 每个人都暧昧 不过进场维修前 最好还是和医师多沟通 以免暧昧过了头 反而越整越凄凉 JDP新闻张立范唐一辰台北报道